大家好,我是MIDI哥 歡迎來到我們AbuttonLar的第三集 今天會教大家在主介面 即是我們叫browser 用MIDI鍵盤 或者用Abutton內置的一個鍵盤 進入MIDI信號 再講解些什麼叫AudioMIDI 再補充一些上次遜充的設定 看看是否能夠幫到大家 接下來就開始教學了 大家好,現在見到我來主介面 除了見外套,我已經很熱了 我開了一盞燈 先喝一口不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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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其實先說一些上次的設定 還有我發現上次的設定有些問題 我去到option preferences 然後看音樂 其實我都教了ASIO 上次都叫大家教ASIO 上次的設定 為什麼教MME呢? 因為沒有聲音 但其實原來是可以的 只要重新開機就可以了 因為我的調音台也是剛剛搬回來的 所以我現在設定就沒有問題 所以我也是教大家用ASIO 但我自己沒有用 所以出來的聲音會有些噪音 突然之間有些字的聲音 第二樣東西就是 其實Buffer Size 大家可以去測試一下有沒有延避 你開了ON就可以了 去到TES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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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其實基本上我沒有什麼雜音 對 如果你有雜音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裡教 現在是1024 1024是多還是少呢? 其實1024相對是大的 但是都沒有問題 其實一般來說 以前我們都是教256 512都已經很足夠了 那你們自己去決定 到底是256還是512 OK 留意走之前 記得OFF了 如果不是沒有聲音 OK 好 現在來回主介面 上次跟大家說 其實就這樣把聲音 抹下去 這樣就會有聲音 我們來做個實驗 其實我抹下去了 對 還有大家如果沒有Push Live 或者MIDI鍵盤 即是去琴行買一個 叫做MIDI controller 一個琴的物體 或者大家不想課金 那你其實可以用電腦的鍵盤也可以的 那A是C S是D W是C-Sharp 而此類推器是L L是D 那大家會說 嘩 這樣就只有一個8度 不要緊 你可以按鍵盤 左下角的Z和X 去調整高低8度 你看到我按一下Z 就會C2-D3 按多一下就C1-D2 留意左下角 最多是C0-D1 哎 -1也有-2 好 嘩 低到爆 C-2 好 最多是 嘩 好尖 哈哈 不要玩東西了 先調整正常 對 都玩玩的東西 所以 先調整C3-D4 OK 正常的 大家可以按鍵盤玩一下 C和Y是大小力 可以調整得很小 對 較大的V 很大 OK 那大家可以不斷玩一下 到底CV和ZX 還有 鍵盤的按鈕就是那些音 好 講完 如何使用鍵盤輸入 那我們 我們 可以去到這裏 其實這些聲音 亦都可以拖來這裏 不過留意 你看到第一個我已經設定了 那 拖 拖 拖去第二 它第二就會變成 變成第二隻聲音 OK 整個和你變成 這些叫ADV 其實都可以當是MIDI 但是 若然你想拖音 那 你就要選擇 音 通常都是AIF的音 OK 好像這裏 有時 一些長一些 像鼓組 你按下去 就會整組這樣聽 我們其實可以拖到任何一個音軌 OK 但是你拖去MIDI 它就會問你 是不是想轉做MIDI 那 其實ABLTON 是有將Audio轉做MIDI的信號 之後會另外介紹 那 暫時我拖到Audio音軌 咦 那你按就會播了 我拖另一個聲音 我按下一個音軌 就這樣按上面的音軌 可以 3 4 2 3 4 2 3 4 2 3 4 3 4 Go 2 3 4 2 3 4 2 3 4 3 4 3 4 看到你可以來回 不斷上下 這樣 播來播來 當然也可以按 什麼 按這個正方形 就會停了 OK 也可以按 Space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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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停了 其實它最棒的是 如果配合PUSH2 你可以到處按按 按幾個按鈕 就會同時播放幾個不同的音軌 也可以在這裡順序 一個一個播放 我會繼續介紹這個強大的功能 所以有少少不同的 這個是非常方便大家做Live 尤其是DJ 或者做SoundQ 劇場做SoundQ 或者做一個 我們叫做 一個 獨奏 即是SoloList 就是獨奏表演 把聲音 放快下去 然後不斷不斷地播放Abbleton Live 可以說是非常方便的 最後我要說一些 剛才這些 MIDI Audio到底是什麼分 ADG這些是MIDI 其實上次說過 MIDI 以前是用MIDI線 進入電腦 所謂MIDI 其實是沒有一個 波形的 它只是一些電腦的訊號 我們叫01 簡單來說 以前 電腦是沒有那麼方便的時候 MIDI 你進入 就只有一堆指令 你就要播放一個聲音 最舊的MIDI 是我們 很舊的 就是SoundModule 電腦 或者用CQ 去播放一些聲音 可能是一個 很大的電子鍵盤 然後電子鍵盤 裡面有很多聲音 或者 你用一個 鍵盤去播放電腦的聲音 以前 MIDI的聲音是很差的 不過 到了今時今日 很多MIDI聲音都很好 譬如說 鼓聲 Bass 都很好 不過 留意 人聲 例如說 電吉他 MIDI 都不能代替 所以 你都要錄音 MIDI 有個好處 就是方便 去做一個修改 拉長拉短 大勢力 都可以調整 但 如果你的結他錄錯了 就沒有了 但是 它就會真實 和仔細很多 所以 大家 留意 其實我們MIDI和Audio 都是需要的 當然 你都可以只做MIDI的音樂 都可以 我繼續下去 留意 大家 在選擇MIDI和Audio的時候 這兩條軌 是Audio 這兩條軌 如果你是 Audio的話 你就 我上次說 拉回音效果 是可以實行的 那 如果是MIDI 你就要用MIDI的效果 其實 Avleton Live 這裏都有的 OK 那 還有呢 就是 上次我沒有說到這裏 例如說 這些PAC User Library Current Portion 是什麽來的 那 Add Folder 就是你加一個Folder 裝好自己想要的聲音 可以 User Library 就是用家自己的Library 那 一般你把User Library 都可以在這裏 那PAC 就上網 上 Avleton.com 下載 Current Project 就是你最近 正在運動的 Project 聲音 當然 你也可以不用這裏 那 就是 看回自己的需要 去用 那 最後呢 就是 Avleton Live 都是一個 很多 東西去學的 一個軟件 學款 像 如果大家要用Photoshop 編面 都會知道很多東西 那 那 怎樣可以保持著一個 持續學習 一邊用一邊學習呢 那 就很簡單去Viu 那裏 按一下HELL Viu出來 OK 那 右邊呢 就可以選擇一些你想學的題材 那 你按 譬如說 按一個進去 按一下箭咀 會上回上一頁 那 它會有教你如何錄音 大家可以有空看看英文 那 左下角呢 亦都會解釋 就是 你飛到去哪裏 左下角就會轉 就告訴你 那樣東西的功能 所以 不明白的時候呢 亦都看左下角 當然大家亦都可以PM 或者YouTube 留言問我 那 那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哦 這裏的資料呢 有時候未必夠的 那你按HELP 按With the Live Manual 就會開了一份PDF檔 那 那PDF檔網 就會很仔細很詳細 說回相應的題材 那 那跟其他軟件一樣 如果大家 想快手一點點 按Ctrl F OK Ctrl F 你打回 一個關鍵字 譬如說 剛才我講了MIDI 那 那 就出發有關MIDI 你見到千幾個 所以MIDI是 很重要的 你可以找些細節 譬如說 方體 小米 那 會出來82個 大家可以用這個功能 好好幫助自己學習 那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裏了 那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第四夥 會有很多好東西教大家 務求呢 我會 教大家 適合為止 所有的集數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記得按LIKE 和訂閱 Thank you 按LIKE